混沌剑神第3768章 剑宝会 自断剑剑间内涌现出的冲天剑意 一下子就惊动了剑宝会的所有仙人 甚至随着这股剑意的扩散 使得剑宝会之外的区域中 也是有不少仙人发现了这里的情况 那个位置 好像是剑宝会 这股剑意 一看就是由某种宝物发出 难道在剑宝会上 又出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宝物 走 过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顿时 剑宝会附近的区域中 人头攒动 众多仙人纷纷怀着好奇之色 赶往剑宝会 甚至就连在附近巡逻的成卫军 都被惊动了 此刻 正有一队由数十人组成的成卫军 也是改变了方向 速度加快 赶往剑宝会 这一队成卫军的小队长 名叫雪峰 虽然只是九天玄先进修为 但在封仙城成卫军中 算是颇有地位 因为他的师尊 便是成卫军的总指挥 一位先军进九重天强者 在封仙城的势力阶梯中 成卫军总指挥的地位 仅次于八大家族 负责全城的治安与秩序 权力极大 作为成卫军总指挥的弟子 雪峰的地位可见一斑 那剑宝会多半发生了私斗 我们封仙城 可是严令禁止此等行径 一旦发现 立即收脚身上的仙器 囚禁大牢 成防军的小队长雪峰冷笑道 他眼中闪烁着莫名的光彩 带着身后的数十名士兵 火速赶了过去 这一支小队中 除了雪峰一人 是九天玄先进修为外 余下之人 皆是大罗金仙 和玄先进修为不等 私斗应该不可能 毕竟我们封仙城的规矩 摆在这里 谁敢在这里乱来 封队 依我看 这多半是有人运气好 逃到了什么好东西 在小队长身后的 一名悬仙境士兵 嘿嘿笑道 谁说没有可能 这世间可并不缺手 不知天高地厚之辈 否则的话 那你以为 我们这些成卫军的存在 是干什么的 雪峰冷哼道 身后的那名悬仙境 士兵四星领神会 嘿嘿笑道封队说的是 依我看 发生在剑宝会那边的 多半是一桩私斗 正需要我们去 维护一下秩序 对了 属下这就传训给石中仙 让他立即赶过去 说不得还需要他来进行配合一番 先别着急 过去看看对方是什么来头 最近这段时间 因为洞虚老祖和吴昆上人失踪一事 封仙城内 可是龙蛇混杂 剑宝会内 被井木木拿在手中的断剑剑间光滑赤木 宛若成为了黑夜中的一盏明灯 在剑宝会上显得无比耀眼 在他周围汇集的仙人 也是越来越多 几乎所有仙人 都停止了在剑宝会上的淘宝之举 放下了手中的一切 纷纷围拢了过来 而制造这次轰动的始作俑者井木木 则是整个人都呆在了原地 手中捧着断剑的剑间 显得手足无措 井峰则是神色凝重 九天玄仙境的气息隐隐散发 守护在井木木身边 一副如灵大敌的姿态 在他们旁边 那名卖出这个断剑剑间的摊主 则是哭丧着脸 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这断剑的剑间 我也研究了那么长时间 甚至还请了一位 先军镜强者帮忙评估 得出的结论就是一件下品神器的残片 可可可是现在看来 这哪里是什么下品神器残片 如此之强的剑意 如此强烈的宝光 这分明就是一件价值不可估量的宝物 可恨啊 如此珍贵的宝物 我竟然以十万几品仙金给卖了 那名摊主的心都在低血 虽然他还不知道 这是何等层次的宝物 但光看着生事 其价值就在千万几品仙金以上 千万几品仙金 即便是放在一些九天玄仙境眼中 都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巨大财富 更何况这名摊主的实力 还不到九天玄仙 仅仅玄仙境巅巅巅巅 就在这时 摊主眼中露出一抹决然之色 咬牙道这件件我不卖了 十万几品仙金退给你们 说着 他直接将装有十万几品仙金的空间戒指 扔给井木木 然后双手开始抢夺井木木手中的短剑剑 千万几品仙金 这对他来说 简直是颇天的财富 更何况千万之数 也只是他目前的预估 这断剑剑剑的价值 也可能比他想象中的更高 在如此巨大的诱惑之下 他也顾不得健保会上 那所谓的规矩了 此物既已成交 那就是属于我们的物品 又岂是你想反悔就能反悔的 井峰脸色一沉 九天玄仙金的气势 轰然爆发 如一座巍峨山月 压在贪主的身上 顿时令那贪主脸色大变 但玄吉 他眼中就露出一抹疯狂之色 私声道我不管 反正仙金已经退还给你们了 说着 他咬牙顶住了来自井峰身上的压力 不顾一切的 去抢夺井木木手中的剑尖 剑保会有剑保会的规矩 岂是你能乱来的 井峰一声低含 他一个闪身来到井木木面前 徒手一荡 制止了贪主的行为 仅有玄仙金巅峰修为的贪主 在九天玄仙金的井峰面前 根本就没有抗衡之力 剑保会的执法者呢 有人公然破坏规矩 欲要强行抢夺 此等行径 已经触犯了剑保会的纪律 井峰高声说道 封仙城他都来了不止一次 对于剑保会的规矩 自然是了如指掌 很快 几名身穿黑衣的执法者走了过来 除了一名九天玄仙外 余下几人皆是玄仙金仙人 看见剑保会的执法者 贪主四才终于冷静下来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 事情的经过 我们都已经清楚了 那名九天玄仙金的执法者 面无表情地说道 率领几名随从 静止走到贪主面前 正要开口宣判贪主的罪行 这里发生了何事 又是何人在这里私斗 不知道我们封仙城的规矩吗 就在这时 一道高鹤声从远处传来 只见一支由数十人组成的成卫军 进入了剑保会 看见走在最前方的小队队长雪峰 剑保会的几名执法者 顿时神色肃然 那名九天玄仙金的执法者 也顾不得处置贪主了 铁面无私的面旁 一下子 化开了一丝笑容 连忙走上前去抱拳道 原来是封队 没想到这里发生的事 竟然连你都给惊动了 面对这位雪峰队长 与他同境界的执法者 都得笑脸相迎 客气有加 至于那些玄仙境的执法者们 则是纷纷抱拳行礼 满脸敬畏 优优独播剧场